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首先我们这里来看一下昨天周一的市场情况 那么在周一呢 澳洲股市整体来说基本上是没有太多的变化 准确的来说呢 澳洲股市还是轻微轻微的上涨 那么一丢丢啊 就是零点一个点 最终收盘的时候呢 澳洲股市呢 基本上是收在了周五的关盘价 大约是在5431.1点 就是多了0.1 继续保持着连长的势头 中国方面呢 则没有这么幸运了 昨天上海的方面呢 是跌破了3000点 那这也是过去 这个七八个月以来 是再一次又重新跌回到3000点以下 应该来说呢 这个3000至3100这条路啊 看上去只有100个点 但实际上呢 走了超过一年时间到现在还没有上 这个时间花的有点久了 上证指数呢 昨天收盘下跌了2% 深圳方面呢 下跌幅度更多一点 达到了2.1% 双双呢 是破了关键价 那么欧洲方面昨天也是一样 由于德国银行 之前被美国证监会要罚140个亿 后来呢 在前一天 就是昨天德国开盘之前 德国政府呢 出来说 这个你们的欠债 自己还 不要想的政府帮你们还 这个消息呢 也使得德国银行在昨天开盘暴跌 拖累了澳洲 拖累了这个德国整体走势 最终呢 导致了德国股市是下跌了超过2% 英国和法国也分别被拖累 1.3%和1.8% 那美国方面呢 三大指数在昨天也有不同程度的下跌 那主要也是因为呢 这个银行股有所下跌 以花旗啊 摩根大通啊 摩根斯坦利啊 以及富国银行等等为主的一些 美国主要银行的股价 昨天是分别下错约 2%至3%左右 使得美国三大主要指数呢 也分别下跌幅度 大概呢 是在0.5% 得美国三大主要指数的地银行 各地银行 全国三大主要指数的地银行 都在每天都在大学 都在家中 跟普通的地银行 在资格上 看美国三大主要指数的地银行 他们的精神 都在哪里 大学三大主要指数的地银行 在资格上 在那儿 等待他 好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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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